看著大家拿著碗吃的津津有味笑容滿面 這是雙東社區發展協會魚吊橋旁的游泳池舉辦 玫瑰花地方風味餐品嘗活動 利用當地栽種的五毒玫瑰做成各式各樣的料理 並透過活動推廣地方農特產 活絡農村經濟產業 我們從玫瑰花的餐人來分享給我們每一個了解 玫瑰花的產業除了不只觀賞的玫瑰花之外 也可以結合當地的相當多的農特產品 來結合成我們雙東玫瑰的風味餐 所以我們的風味餐不僅結合了我們的 農村再生計畫的玫瑰花當主題 未來我們所有的市團要來執行 可以來考慮相當讓我們相當的農村經濟 甚至利益、休閒的經濟活動可以互發 雙東社區近年來自離與轉型種植玫瑰花開發各項產品 並希望藉由活動讓民眾看見雙東在改變 發現更多的人文特色吸引更多民眾到雙東來遊玩 我們這次地方特色餐最主要是用我們玫瑰為食材 就是用無毒使用玫瑰 讓這個菜藥裡面有我們地方特色產業的融入 增加我們地方農民收益行銷 你看現在在遊餐的大家 我們的鄉親吃得津津有味 非常的開心 這次也非常感謝我們團隊的努力 跟長官們的輔導 能夠上我們的產業順利的蓬勃的發展 活動現場除了在地台灣以玫瑰為主的風味料理以外 還有新住民也一同加入活動 製作了許多美味餐點 豐富了此次的地方風味餐 我們雙東社區的特餐是用玫瑰花 用無毒玫瑰 還有玫瑰大餐 加上越南新娘的風味餐 一結合起來來講給大家享用 透過此次相關類型的活動 將雙東無毒玫瑰推廣出去以外 也將雙東的地方人文特色讓更多人了解 也期盼藉由活動活絡農村經濟帶動市場效益 明義新聞李英宣草屯採訪報導